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现自己有些时候你会莫名其妙地对已经决定了的事情很抗拒 很叛逆呢 明明已经决定了要参加今天晚上的祷告会 可是当你知道那个曾经和你有摩擦过的人今晚也会出席 你就突然不想去了 你就突然之间变得很抗拒了 充满着挣扎 然后想着找无数个理由说服自己就不去就好了 明明想做一件好事 而且是已经差不多要行动了 可是当你的父母或者是某某人 某某人指明道姓要求你去做的时候 你就突然不想做了 你突然之间就生出了叛逆的心理 而且有些时候还有一点暴躁 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样会变成这样了 你知道吗 此时此刻 你最需要祈求的是真言诗篇第23节26节 求主保守你的心胜过一切 求神除掉我们的邪情私欲 而你最不能最不能的决定就是跟随你的心冲动的行事 你千万千万千万 最不能做的就是放弃 否则你就是中了恶者的诡计了 你应该做的是什么呢 你应该做的是站稳 冷静 赶快退到隐秘处去祷告真仗 你就会突然领悟到 只要你此时此刻顺服真理 坚持去做你本来已经决定的正确的行动 那你的这个决定将会是你的得胜突破点 也将是你得胜突破的日子 甚至它很可能就是你当你在做完这个正确的动作的时候 你旁边的人也要因此得到祝福 你相信吗 这种的挣扎往往要求的是我们立刻马上寻求圣灵的充满 不凭血气 不凭情欲来做事 而是真的祈求圣灵来充满我们 祈求圣灵来掌管着我们 然后就安定下心 重新再一次的立定心智 朝向正确的事情 行动就可以了 阿们 所以希望你在接下来的一周里面 假如你又遇到类似以上的情况 我希望你能够做什么呢 第一时间就是站稳 冷静下来 然后就是赶紧求圣灵来充满你 让你过得胜又得胜的生活 阿们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父上帝 我们感谢你及时的话语 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遇到这种正确的行动的挣扎的时候 我们能够稍微冷静下来 帮助我们能够赶紧地冷静站稳 祈求你自己的圣灵来帮助我们 去胜过我们的挣扎 好叫我们不因着我们的冲动来误事 主啊 我们需要你 求你来帮助我们 谢谢你 奉耶稣基督保回圣灵求的 阿们 您已经订阅了我们的频道吗 假如还没有的话 欢迎你们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哦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